上禮拜讲到有关那个成语怎么样转换为几种资料库类型 那比较常用的像是在那个我们电脑里面呢可以看到那个office里面 会有那个ss 比如说我们用ss2010 或者是ss2003 不过呢如果说一般上使用了我还是比较建议ss2003 那实务上面的话你会发现如果你用2010的资料库 会有几个问题 就是第1个当然如果说你在我们开发的电脑上有ss2010 可是你把这个ss2010你把它放在server上面server上面如果他没有挂office20 没有挂2010的版本 甚至好像如果你没有挂ss2010 就会有无法开启那个database的问题发生了 这个问题还蛮蛮常遇到的 他会出现那个OLEDDB因为他里面会需要一个元件OLEDDB 必须要是你安装的office2010才会有这个版本 那版本我印象中是12了 OLEDDB的版本是12 所以如果你没有安装这个ss 那你就没办法开启 那我当然比较建议你用这个ss2003的话 就比较不会 因为如果你是用server2003之后的版本 几乎都有内建这个driver 所以不需要再去做任何安装的动作 第一个 那当然如果练习 因为我们书上的给的这个范例资料库呢是ss2010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测试的时候 假如你家里没有office2010的话你会发现会有 问题出现就是 他会乱不出来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当然 如果你不喜欢用ss的话 那你用你们公司又没有购买那个server sickel server的这个这个制服器的话 那他也提供了一个折装的方案 这个折装方案就是说你可以在 这个 我们的 呃 sb.net的开发环境里面呢 你在 这个appdata里下按右键 这边就会有个叫做新增一个项目 特别注意是appdata底下 你按右键新增项目之后的话 也可以来建立这个 所谓的sickel server sickel server 不过呢这个sickel server跟 标准版的sickel server 最大的差别是他是一个档案形式存在 而不是像server一样 他其实不是一个是他只是一个档案 一个档案 那比如说我们上礼拜呢也练习两种ss跟那个sickel